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给我你的爱 别失去相信 别受到伤害 I wanna wanna cry 没得到结果 就已经失败 在我的世界 有一场风暴 把一切吹散 有时跟我 找不回来 who can save my life 他没有保护你 他只顾他自己 他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却要离开你 像一场电影 我能够明白你感受 不能接受 可时间不允许回头 是时候 必须面对事情 没有那么糟糕 记得有一首歌 只要你播的比我好 别让你累 占据你每个夜晚 I don't wanna see you cry So come on girl 你的爱 越失去相信 越受到伤害 I wanna wanna cry 没得到结果 就已经失败 在我的世界 有一场风暴 把一切吹散 丢失着我 找不回来 who can save my life 是真的忘不了 我真的躲不得 我一直会陪着你 知道你不能再烦恼 可能是这样 可我却找不到 那怪我跟你说的 那些小话便不可笑 你应该过得好 你可以做得到 你应该知道 这些没有什么大不了 我想你过得好 我想你做得到 现在你还有什么问题 你应该知道 爱 越失去相信 越受到伤害 I wanna cry 没得到结果 就已经失败 在我的世界 有一场风暴 把一切吹散 有时跟我 找不回来 who can save my life 你可真以为 你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好汉呢 也行 但我希望你下一次 行下仗义之前 最好先搞清楚 我事情为什么 什么都错杀无辜 无辜 你说你自己无辜吗 臭不要脸 你要真的无辜的话 怎么可能有了女朋友 还接二连三的在外面 约会别的女孩子呢 你要真的无辜的话 怎么会来参加八分钟约会呢 我 没话说了吧 不敢承认 我最讨厌你这种男人了 无耻卑鄙自私 我怎么能跟这么无耻的人 说话呢 是我不奉陪 我走了 我跟你说啊 你赶紧帮我给那个上小田 打一个电话 把我的事解释清楚 还我一身清白 要不那小达女见了我就骂我 无耻小人 替你还没打过 还要替你还骂 我怨不怨我 我怨不怨我 我说啊 你怎么运气就这么差 老碰上的八零后的小达女了 来 给她 再说了 我早就把上小田的联系方式给毁了 跟她根本说不清 我可不想再招惹她了 我告诉你 那个David绝对是个大色狼 你想啊 他上网骗你还不够 居然还去参加八分钟约会 不知道有多少女孩被他骗了 这个斯David故意舍全堂 让我往里面钻 这个大骗子大流氓 让我再遇到他 觉得饶不了他 小田 我已经让你难过了好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想提醒你 也是为你好 让你看清这个人的真实面目 死了以后再被人骗 好了 算了 再过去 快 我让他走 走啦 抢劫 抓小偷 抢劫 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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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了 要不要紧啊 头晕 头晕 我扶你回宿舍 慢点 那女孩到底是干什么的 看着挺年轻 条件也没那么差 为什么会去参加八分钟约会呢 咱别说这个了 说说你吧 你居然想了多少个 有没有想中的 你别给我提这事 提着我就来气 你说今天去的都是什么人呢 这都是 我告诉你啊 从今儿开始 以后任何相亲 或者类似相亲的活动 我都不再参加了 找不着就找不着 我本来就没想真找 小心点 怎么样 你还好吧 我没事 就是有点冤 这两个人 无缘无故被打了 还不知道被谁打的 你包里面什么贵重物品吧 这两个贼呀太不走运了 恰巧 我今天把钱包落在宿舍了 手机又在兜里 他们什么都没偷着 就是 害你受伤了 哎呀我没事 你没丢钱就一切ok了 喂 刚才没吓着你吧 别担心 只是和你开个玩笑 开什么玩笑啊 你们是谁啊 你不用管我是谁 楚文竹借了我们的钱 到现在还有十万 一直拖着不还 没办法 谁让你是她女儿呢 如果你还想见到 你亲爱的妈妈 那春节钱 就必须把钱给我还上 你说什么 你们到底是谁啊 我妈怎么会欠你们钱呢 怎么回事啊 喂 喂 你妈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糟了 我妈一定是出事了 哎 笑笑 哎有了 嗯 我有主意了 什么主意啊 这个 咱租一个 租 对 租一个 李翔啊 只要这么一租 咱们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首先 你再也不要怀抱着一个 找女朋友的心态 真要求真去找一个 她跟你就是一个工作的关系 说白了 你就是花钱雇一个女朋友 你爸妈不就是为了 让你带一个女朋友回家过年吗 哎 这么点时间你真的找一个 人家是否愿意跟你回家 那还不一定 但租就不一样 前提就是必须和你回家过年 而且你让她干什么 她就得干什么 你别开玩笑了 谁愿意来你租啊 哎 有钱能是鬼推磨啊 哎呀不行不行 你说这个不靠谱 万一要穿帮了 就我爸我爸那样 我打死我 总共就一个礼拜 撑死了也就十天半个月 这样 咱们租一个素质高一点的 再说 以你的能力 怎么就能穿帮呢 这女孩是收钱的 她就必须配合你 把这戏演好喽 要不然凭什么收钱啊 那今年是应付过去了 明年怎么办 那还不简单 那大不了 你就跟他们说吹了 明年再租一个 小姐请留步 你不能进去 我家怎么了 你家因为涉案 被法院查封了 所以你不能进去 查封 我妈到底怎么了 我妈早知道了 怪不得她跟我说 让我别回家 也别去公司 在学校尽量跟朋友在一起 她早就知道公司要出事了 明天 明天怎么办 小田 她现在会在哪儿 她会不会出事啊 她会不会已经 你 哎呀 你就别瞎想了 来 坐下坐下 别哭啊 不会有事儿的 你妈不会有危险的 你想啊 那些要债的要的是钱 不是你妈的命 再说 你妈那么爱你 她不会不管你 她肯定会和你联系的 她会联系我的 我妈办公司这么多年 从来都是好好的 这次 怎么会欠人家那么多钱 笑笑 不管你妈是怎么欠了别人的钱 你们家房子也卖了 而且公司也被封了 出事是肯定的 你现在想这些也没有 最关键的是 要怎样把钱给你妈还上 还钱 嗯 对 小田 你说的有道理 现在最关键的 是马上帮我妈把钱还上 可是 我该上哪儿料那么多钱呢 你怎么跑我这儿打电话 那个 我待会儿再给你打 谢谢啊 谢谢啊 我给你送爱心来了 你看一下 婚戒锁 谁说我要去相亲了 哎 不是相亲 是我跟你说的租 我觉得这个价钱三百就够了啊 怎么办啊 只有三万块钱了 这些是我所有的积蓄了 是我妈平时给我的零花钱 早知道这样的话 我就平时节省一点了 没关系啦 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面包会有的 一定会有的 嗯 这个婚戒锁根本就不能去 这电视上都有报道 一般都是黑婚戒 我告诉你啊 他们给你介绍的女孩 不是小姐就是喜头妹 应该还会黑你一大笔中介费 我不去坚决不去 哎 哎 就知道你事多啊 啊 幸亏哥们儿是一颗红心 两手准备啊 你不是一百个不愿意吗 咱们就不去 行不行 咱们就上网发个帖子 啊 那帖子就这么写 哎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种情感 能比得上亲戚 没有一种感觉 能比得上回家 本人年轻有为 英俊潇洒 引工作繁忙 无暇恋爱 献岁末将至 与租一女友回家过年 宽慰双亲 要求呢 年轻漂亮还得有气质 必须是大学生 网民我都跟你想好了 就叫诸葛孔明 哎呀 我太有才了我 哎 你怎么会写个意见啊 出去 现在是上班时间 哎 离貌 那他把一个德行 真是有其父比有妻子 你说什么 哎 没什么 我这就回去 给你一些帖子去 啊 等好消息 哎呀 还有没有啦 这一共才五六千 哎呀 还有没有啦 这一共才五六千 哎呀 而且都快过期了 就算卖个梁三千 另外那十万 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我从来都不知道 钱原来是这么重要的 笑笑 要不然找你们家亲戚吧 问他们先借点 我姥姥姥爷早去世了 他们就只有我妈这么一个女儿 我妈 也只有我一个亲人 说实话 我在这里一个亲人都没有 那你爸到底在哪儿啊 你要不要试着找他 鬼才知道他在哪儿 我从小就没见过他 杂志社对稿费的分发 有统一规定 每个月的月初呢 到财务部去领 我也没有权利 让你提前把稿费领出来 笑笑 如果你急着用钱 我可以借你 你借多少 那倒不用了 只是我 喂 你好 我是杜维 你是 是是是 主编 要不你先忙 我快两天再来找你 笑笑 刚才选题会上 你报的租女友选题非常好 但是一定要抓紧时间 春节就快要到了 这类选题的时效性非常强 知道吗 我知道了 我一定抓紧时间 对了主编 对了主编 我上次忘了问你了 稿费是多少钱啊 你在哪儿呢 算了算我不跟你说了 你就是诸葛孔明吗 我是易绵绵 你 你是易绵妹 你多大了 二十 二十 身份证带了吗 不是 我是生活周刊的记者 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租女友的广告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采访你啊 喂 喂 喂 你还未成年呢 就学会离家出走了啊 你爸妈有多着急啊 行了赶紧回家去吧 别让你爸妈担心了 求求你 求求你 你就带我回去吧 干吗 我一份钱都不要 我一定去别花 干什么你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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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放手 我要过来去抓人了 来 车废我给你搁这儿了 一会儿自己回家 走 怎么了 还没找到采访对象啊 天哪 我太背了 什么状况啊 你不知道那婚间所有多黑 还没见到人呢 先加五百块钱 五百块钱哪 现在怎么办啊 钱还没凑到一半 稿子还出不来 现在印租又没有人 小田 我快愁死了 我倒是找到一个 解决问题的办法 什么办法 我刚才在网上瞎逛 看到一个叫诸葛孔明的家伙 发了一个要租女友的帖子 于是呢 我就给她回了一封 愿意印租的回帖 你是说 我自己去印租女友 哎呀 不是让你自己去印租 我这不是给你找一个采访对象吗 你想啊 你那样找下去 八百年都找不到一个 你先把这稿子搞定了 至少稿费怎么样得有一两千吧 你现在正点是点 对呀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那那个 那个什么什么孔明的 他回复你了吗 到现在我只还没有回复 不过啊 我有他的手机号 好了 那么 喂 妹妹啊 您好 诸葛孔明吗 我是美丽风情 今年上大学三年级 愿意和你回家活年 价钱嘛 一天两百 如果拉手加收五十 拥抱加收一百 在必要的情况下 非要接吻的话 便宜点就剩一百五吧 什么乱七八糟的 好的 就这样吧 我送你走 好 好 稍等一下 喂 喂 你好 我是来自非洲的 我对你租女友很感兴趣 我会说中文 好了 我看一下 妹妹啊 您好 请问是诸葛孔明吗 要租女友是吧 我巧如月 我很温柔的 又懂男人的心 我的三位是 电话真信 再打 好了 去忙吧 这个诸葛孔明怎么那么忙啊 电话一直都没人接 出来 什么事啊 你说什么事 走 走 进来 你 您怎么回事 你居然能把我的手机 发到网上去啊 知道我今天接了多少电话吗 现在我的身心 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我说啊 这不是好事吗 人多你的机会就大 你余地也大 怎么会影响你的身心健康呢 是 我现在选择的余地是的 我这电话现在都已经快成了性骚扰热线了 我告诉你 要再怎么租下去 全城的小姐 十三不靠 歪歪来早 全都得给我招来 我告诉你啊 你马上把网上的帖子给我撤下来 我不租了 我大不了跟我爸我妈说实话 我跟他们认错道歉 我也真疯了相信你的话 我说你怎么那么沉不住气呢 不就是几个骚扰电话吗 你要是听不舒服你就把它挂了 手机在你手里 主动权也在你手里 你不用这么消沉 现在只不过是黎明前的一点黑暗而已 你要实在绝对坚持不下去了 就只要再将就那么一小线 这成功马上就会出现了 这样 喂 喂 你好 是诸葛孔明吗 是是是 是这样的 我在网上看到了你印租女友的帖子 我挺感兴趣的 请问 能不能约你出来 详谈一下 可以可以 当然可以了 挂了挂了 行 没问题 你留给我帖子 行 我一会儿就查一下 明天啊 行 我六点下班 咱们七点行不行 好 前趟常常茶楼 不见不散啊 好好好 那明天见 你以我的经验 肯定是个美女 这次肯定靠谱 以你的经验 我真佩服你的经验 就这么一次好不好 下不为例 明儿我陪你一块去 是 要是不行 你再猜我 正好听你八把关 说好了 最后一次 不行就拉倒 成功了 那是 我是谁啊 这样吧笑笑 明天我陪你一起去吧 你又在大声会中 搞不好这位孔明兄 是个超级大帅哥呢 我的原则是 宁肯错看一千 绝不放过一个 而且 我对你那个租女友 也挺好奇的 满脸写着两个字 花痴 哪有啊 一起去可以啊 可千万不能影响我工作 哎呀你放心吧 这个诸葛孔明 是我好不容易 从网上给你逃出来的 我保证不会 能说 哎呀 怎么了 我钱包没带 我去车里拿一下 你坐那边啊 你快点啊 差不多了 我们已经迟到十分钟了 着什么急呀 我们是女生 不管真的假的 第一次见面 得矜持点 再耽误五分钟 我试完这件衣服 我们就过去 好 他应该到了吧 小甜 快看 那不是那个大色狼吗 哪个大色狼啊 他呀 你跟我说 那个逼逼无耻的David啊 是他吗 是他呀 你在酒店 给我指的就是他 我打的也是他呀 你打的那个人 是他 对呀 可我不认识他了呀 那 他是谁 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呀 语伟 这儿呢 我 David 我 我才是David啊 你这个骗子 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站住 别跑 给我站住 你这个骗子 你这个骗子 居然敢冒充别人的名字来欺负我 你混蛋 行行行 你冷静点行不行 这事不能全怪我呀 让你自己白吃饱问我 简直是耍流氓专业毕业的 你混蛋你 别动手啊 给我站住 嗨 嗨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说声对不起啊 谁料的那天 不跟我解释一下的 再说那天那个人不是你朋友吗 你朋友欺负我朋友 我替朋友打抱不平 你就算替朋友挨了两脚 那也没什么吧 你和你那个女孩 一点默契也都没有吗 也不问清楚胎脚就踢啊 你是脑瘫患者吗 你才是脑瘫患者呢 反正这件事情 就是你朋友冒充你的名字去勾引我朋友 他也不说清楚 要不然我怎么能弄错人呢 你要怪就怪你那朋友去 对不起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 没时间跟你在这儿瞎掺和 你回来 你现在应该向我道歉啊你 喂 喂 你是出个孔明吗 我已经到地方了 你到了吗 我 我现在已经到了呀 你 你在哪儿啊 我就在一个红色的许愿术边上 红色许愿术 红色许愿术 给我你的爱 越失去相信 越受到伤害 那我还想哭 没得到结果 就已经失败 你是中国孔明 你 你就是那个楚楚向人 天哪 那个David就是诸葛孔明 我怎么那么倒霉呢 我怎么走到哪儿都能遇到他呢 不过我还真觉得你们俩挺有缘的 不是什么人都能走到哪儿都能遇见的 再说也是你先骗他的 你还说呢 那还不都是因为你啊 是我意识大意 算我错了 不过我觉得那个David也不错啊 长得还挺帅的 又挺酷的 还不如真去印租他的女朋友算了 还能挣钱 印租他女朋友 门都没有 我不用眼睛看 我不用脑子想 我就能知道 这个人肯定是一个金玉其外败曲其中的人 要不他怎么能去上网印租女朋友呢 要不怎么能去参加八分钟约会呢 招风影蝶 一看就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我跟你讲 这种男人就是我最讨厌的那种男人 我就算让他做我的采访对象 我都觉得恶心像痛 大死我都不会再去找他 这女孩绝对是个扫把心 每次我也碰见她准倒霉 我觉得吧 这女孩长得漂亮 范儿也正 人还账着 我觉得吧 还是回去找人商量商量 租他得了 我说你是不是又看人家长得还行 你又把自己的那些原则全都忘了 我告诉你 我就是被我爸打死 我也不会租他的 你说就他那样 对男的动不动就拳打脚踢的 有点女孩像我 就算我租了他 我爸我妈也准不会喜欢他的 那你的意思是 咱们还得接着找了 回来再说吧 走一步算一步吧 这心情就像那 低热量的雪糕 淡淡的不够味道 总觉得少了什么 对你的那思念 一天一天再加温 吹下秋冬的部分 不太想念吗 对你 对吧 我跟你说 ется UT 我们不能不再ED 二天一天 am 是我 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怎么了你 昨天晚上没睡好 还没找着呢 我说你这人 多简单一个事 你就把它当工作关系 不就完了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告诉你啊 这租一个 一点也不比找一个容易 要不是我爸我妈催 哥们早就撤了 臭小子 你连老子的电话都敢不接啊 我打你我 爸 你别老这么叫啊 我刚才接工作电话呢 什么工作电话 别跟我说好招 你妈从昨天夜里就给你打电话 手都打麻了也没人接 想躲我们 我告诉你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儿子 妈就问你一句啊 就是 你和你那个女朋友 有商量的怎么样了 过春节到底回不回来过呀 哎呀 他这不是还在和家里人商量着吗 商量也是需要时间的呀 给我 喂 儿媳妇见公婆天经地义 有什么好商量的 就是嘛 给你一个礼拜时间 如果还商量不好 就把亲家的电话给我 我跟他们讲 你要是一个人回来 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 爸 做话 喂 喂 喂 女门 说话 一位 是我 我是童节 我现在已经回国了 说话 来 试试这种 还有这种呢 可里可瓦的葡萄酒啊 有好几种不同的口味 这种啊 是一个人独饮的佳品 还可以勾起历历在目的往事呢 怎么样 如果勾起的往事 是让人觉得快乐的 那也就罢了 可是 如果勾起的往事 是让人觉得难过的 那岂不是借酒消愁愁更愁 你一定不会喝酒吧 所以才不知道喝酒的妙处 谁说我不会喝酒 酒的好处就在于它的难喝 你懂不懂 电影里都是这么说的 喂 主编 我正在试喝 你放心 明天就可以交稿 好 再见 再尝尝这个 喝了一个 喝了以后啊 你一定会爱上她的 爱上她 嗯 那 会不会喝醉啊 不会的 少喝一点不会醉的 喂 妈 可是公司出了这么大事情 你怎么能什么都不告诉我呢 妈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啊 我想见你 晓晓 现在还不行 等妈把事情办完了 妈会和你联系的 你不用担心我 我很安全 你要自己多保重 知道吗 可是 可是你不告诉我你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你在哪里 我该怎么办呢 晓晓 妈现在不能跟你多说了 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就这样 喂 妈 再给我来一杯 楚小姐 少喝一点吧 喝多了一样会醉的 这毕竟是酒啊 没事 再来一杯 我输了 我输得彻彻底底 无法翻身 赢不了 赢不了这场游戏 我太认真 好喝 我活该 所有的倔逐 我提供的家 小妹妹 你长得真可爱 走 帮你哥哥去喝一杯 怎么样 什么哥哥呀 我没有哥哥的 我妈就生了我一个 没有哥哥 没有关系 从今以后 你什么都有了 走 你以后再也不会寂寞了 来 我不寂寞 你是谁啊 你别拽着我 你放开我 你拽着我干吗呀 我要当你哥哥 放手 你别放开 还真挺有劲啊 我就喜欢像你这种 外表青春骨子里 掏着野味的女人 流氓 放开我 住手 你什么东西 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 你不是东西 你 你 你 算你狠 小姐 你没事吧 怎么又是你啊 没有哥哥 没有哥哥 你 起来啦 我怎么会跟你在一起 这是我家呀 你真的想不起来 为什么会和我在一起啊 我 我们见过吗 真是不明白啊 像你们这种小孩啊 天天地出入酒吧 还参加什么八分钟约会 你不是学生吗 这个时候不在学校 好好待着复旗功课 天天出入声色场所 你到底干什么的 酒吧 你不也去酒吧了吗 要不怎么参见我呢 我酒吧干了 你能跟我比吗 以后啊 你不能喝就别喝了 哎 你不是弹圈套挺厉害的吗 怎么遇到真流氓的时候 就束手无策了呢 对你这种爱憎不分 善恶不分 对自己的行为能力 没有一个正确认识的做法啊 是损人不利己的 爸 要不是我及时出现啊 你早就羊入虎口了 等一下 你的意思是说 你 把我给救了 要真看清是你啊 我真得考虑考虑 就算你把我救回来 那也不应该把我带到你们家 还让我睡在你们家呀 你完全可以把我送回学校 你以为我愿意管你啊 你以为我想把你带到我们家来吗 谁让你自己喝得不省人事啊 你真不知道喝醉的人 跟猪一样重啊 你那破手机也不争个气 关键时刻没电 我那个电话号码都找不着 你还吐了我一身 你知不知道我特想把你扔到大街上 不管你了 要不是念在 虽然你冤枉了我 但你对朋友还算正义的份上 我忍 但是你千万别多想啊 我对你这种满身酒味 而且醉得跟猪一样的女人 我是绝对不会干什么的 你 你什么你啊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你应该先跟我道歉 再跟我说声谢谢 知道吗 凭什么我要跟你说道歉啊 凭什么我要跟你说谢谢啊 凭什么我要跟你说谢谢啊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又没看见的 我怎么相信你啊 谁啊 叫什么叫 这是你家 一伟啊 我是三姐夫 我回来 我回来 一伟 走走走走 怎么了 快走 走我三姐夫 干嘛呀 快快快进去 你给我听好了 我们叫你出来 你千万别出来 你出来我跟你没完 快点 一伟 开门哪 三姐夫你怎么来了 来来来快进来 这么久才过来开门 你在干嘛呀 我刚才上厕所呢 我怎么听见 这屋里有女人的声音啊 女人 怎么可能呢 我知道了 我隔壁啊 最近搬来一个女的 是练美声的 天天在屋子里练 声音特别大 你听的肯定是她 是吗 是 姐夫 好 来来来 坐 好好好 这边坐 你说你要来 也不先给我打个电话 我好提前去接你 临时决定出个差 在火车上我给你打电话了 你手机没人接 好像 妈妈跟姐姐给你留信息了 好好好 我昨天晚上陪客户 特别晚 手机也没电了 回来就忘了充了 我十点钟有个会 下了火车就到你这儿来了 我去趟厕所 姐夫姐夫 去我楼上的吧 我新着修的 你可以看看 上去不方便 还是在这儿吧 姐夫去楼上那个 楼上那个好 我憋不住了 姐夫去上面 上面那个姐夫 姐夫去上面那个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嗨 嗨 不好意思啊 要是知道了 事先给你们打个电话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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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 你别走啊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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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说你别走 你先听我说 不好意思啊 再见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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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想的那样 等一下姐夫 姐夫 姐夫 这就是iss Jay 诬这个 匶 对 你 恋 味 了 bey 不明白 以为你还在释怀 当你说无法给我关怀 不要我再继续等待 我却放不开 跟着你我也停不下来 你的爱 渐渐离开 我却还在徘徊 怎么将这份爱 慢慢放开 我剪了爱情的债 你的爱 渐渐离开 回忆快将我掩埋 思念长了障碍 我承受不来 时间将我出卖 我却无法耍赖只剩事外 爱渐渐的离开 爱渐渐的离开 哦 爱渐渐的离开 太渐渐的离开 太渐渐的离开